台中杀戮发生了警民追逐 15号傍晚5点多 这是个交通尖峰时刻 一浪休旅车跨越了双黄线 被警方盯上要求停车受捡 但驾驶一路蛇行 钻车缝差点还撞到其他用路人 警方骑着机车在后头尾随 没等到驾驶下车 绿灯一亮踩了油门落跑 警方现在只好根据车牌 开出最高3万块钱的罚款 外加调后驾照6个月时间 前方一台休旅车跑给警察追 不管怎么大声呵斥就是不愿配合 甚至不管车阵硬要钻 夹在小车跟货柜车中间现象还生 驾驶露出车窗凤直说会靠边停 但绿灯一亮就催油门开溜 远景一个人骑机车根本没办法追 很吵很噪音的时候 我才出来看了一下 那一段很吵唧唧叫他很危险 他在逃避什么 台中沙路中青中正路口 15号傍晚5点多 这辆休旅车违规跨越双簧线 被警方盯上 但他不知做了什么亏心事 一路蛇行找凤钻 还差点波及其他人车 因考量当时人车众多 恐违及大众用路安全 警方未在尾随 随即通报难解尾捕 考量下班时间车多 警方没继续追查 将一道交条例对驾驶进行举发 除了本身的违规罚单 还得额外缴最高3万元罚还 吊扣驾照6个月 为自己的离谱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黄山夫李云杰台中报道 在青龙朝鲜公园15号 传出有两名吊客 不胜落海景 消失出动了人力 冒着三公尺的大浪来 即刻救援 在凌晨救出 受困在礁石的当中 一名吊客 过程十分的惊险 但是还有一位 现在还失联当中 持续守旧 趁着风浪转小 消防人员立即跳入海中 游到对面的礁石上 消防弟兄赶紧抓紧礁石 才刚抓稳 所以我们海水就立刻涌了上来 安民消防员立刻起身 小心翼翼往受困民众方向前进 过程相当惊险 一旁就那弟兄紧抓绳索 不敢松懈 共警直升机也在高空中盘旋 随时待命 所幸成功接近落海钓客 评估后无生命危险 消防员也立刻帮钓客系上绳索 一步步将它带下礁石 海水猛烈灌注不停拍打出巨大浪花 浪高已达到三公尺 就那弟兄立刻改变策略 由确保神将三人拉回岸上 并顺利救出受困钓客 不过还有一名钓客人 驾落不明 落海事件就发生在15号晚间6点半 海巡署获报潮进公园最后方礁石区 有两名来自新北瑞芳的钓客落海 随机出动大批人马救援 甚至遥控空拍机吊挂救生圈 海空大搜救 不过深夜人看到其他钓客在防波堤垂掉 相当危险 记者朱金融彭新美 自动报道 14号凌晨2点多台南市警方巡逻 发现一名8岁女童居然大半夜的一个人 背着包包走在大马路上 而且她的身边一个大人都没有 园景下车来询问她说她要去找妈妈 原来这小女童的妈妈呢 是在南区卖菜半夜就出门 因此园景立刻护送她找到妈妈 幸好没有发生危险 三个半夜凌晨2点多 马路一片黑漆漆 但远景竟然发现这个小女童 背着书包走在路上 身边一个大人也没有 还穿着学校运动服 居然说要去找妈妈 你自己走危险啊 你常常都这样自己走 看到警察叔叔8岁女童似乎很紧张 不断说要去找卖菜的妈妈 远景确认身份也联系上女童母亲 带她上警车一路护送 来到妈妈卖菜的地方 女童立刻走到妈妈身边 远景忍不住唠叨 原来女童是半夜醒来 发现妈妈出门工作 异想天开自己走路出门 再看一次这个小小身影 深夜两点自己走在路边 好险遇到巡逻远景没有发生危险 保证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赖冠章林毅荣 红富人台南采访报道 好再看到是汉光演习第四天了 重头戏在屏东风港地区进行反周波重炮 射击50名的自走炮等重炮 在海岸线一字排开发射100发的弹药 精准命中7公里之位的目标 看起来场面十分的震撼 而另一头在桃园的龙潭航特基地 战略直升机也是挂捕飞弹 升空联合反击 在新竹的北埔则是战车假车精锐进出 利用交叉掩护雷殲灭敌军 大型自走炮射击瞬间强大 后座力前后剧烈摆盪 陆军八军团屏东方山满风阵地 进行汉光演习天雷操演 重炮保养射击 武士们自走炮沿岸一字排开 起发反周波演练迎头痛极登陆敌军 精准命中7公里外目标震撼力十足 总共发射100发各式弹药 但受到疫情影响规模缩减 取消F16和战斗直升机参与 另一头台南洗漱海滩 实施烟雾掩护作业 守备和反突袭联合作战 渡军桃源龙潭航特基地 直升机热加油 降落后补给弹药 蒸补完成再次起飞 直升机空中起飞军容壮盛 新竹培捕海滩则是假车战车 精锐进出 国土防卫作战 敌军准备登陆 我军出动80多人一个连站立 人员下车交叉移动 战车移动掩护 反击登陆敌军 汉关演习进入第四天 模拟中共解放军登陆团登陆作战 路空全力反击 16号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 将由地面部队扫除剩余敌军 完全最后演练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到 在2014的高雄气爆造成了 32个死亡 300多个受伤 原本已审判决 高雄市府官员赵建桥等三个人 以及荣化华运厂商 9个有罪 二审逆战 厂商通通无罪 9月15号 高雄公分部会上诉权定验 也等于说在这一场 32个死亡的惨剧当中 让三名公务员 康泽入狱服刑 气爆地区的居民 对于这样的判决 结果都感到十分的失望 轰天巨像 高雄三多凯旋异新 道路严重损毁 2014年的高雄八一气爆 造成32死 321人轻重伤 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全案定验公务员扛则 厂商无罪 无理感也是没有用 是否还要这样判 那也就是这样判的 是比较无理 应该是有责任 可以想象得到的 当然是释放 气愤 他本来就要负责了 2018年高雄地院一审判决 当时的养工处长赵建桥 以及其他两名市府官员 四年十个月 荣华董座李某伟等六人四年 花运仓储 三人四年六个月 但二审判决逆转 三名公务员都判刑 厂商无罪 则让官员扛了还得入狱 如今全案定验这样的判决 让气爆区居民痛批 难道厂商不用负责吗 荣华董座李某伟最新声明 诉讼事件告一段落 由衷感谢 去年和其他五位荣华被告 成立气爆受难者基金会 试图扭转形象 气爆判决定验后 赵建桥请思 市府顾问 我们尊重司法的判决 但是我们对于有关管线的使用 跟维护 那我想并没有人在这个部分受到追究 这个部分我们表示遗憾 厂商九人全PASS公务员 却判刑高雄市府表示遗憾 对无辜的气爆区灾民来说 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